哇 这一堆配件 这绝对算得上是黏土人发售过的最色的一款产品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五王王 我的魔王 与你分享 那今天要和大家拆盒分享的就是 孔前绝后色气质爆表的一款黏土人 拖子只要长得可爱 即使是变态 你也喜欢的 龙龙园狭血 内包装是单层的习俗 相应的零配件也是满满当当 这几个零配件看得真是叫人面红而赤 我们来打开内包装 取出模型主体 拿到手中呢 就有一种不可名装的色迹散发出来 那黏土人的细节我们从头部开始看起 五官的细节刻画依旧是十分的细腻 脸上泛起的红韵再加上这个表情 持汗位十足 那除了这个默认的表情以外 附带了一个看着还算正常的认真脸 以及这个色气质爆表非常糟糕的表情啊 总共是两个表情替换零件 这次在头发的热度上还是蛮不错的 并且头发依旧带有高光和阴影的渐变涂装 头发这里的发饰是一个独立分件 可以插吧取下 服装方面就是动画当中的小幅造型 尤其是这个世界杯啊 在某方面是相当的还原 在服装的一些小细节上 做工精致 涂装也工整 裙子上的花纹印刷的也是十分清晰 在腿部的丝袜上是消光质感 为了还原出剧中的场景 商品当中是附带了这个坦性露乳的配件 奶类子上的花纹细节刻画的也是十分清晰 只能说黏土人色起来是真的不输各种齿物 在肢体零配件当中是附带了一个伸直的左臂 一个屈膝的腿部左右都可以通用 还有一个握持物品的右手 其余的零配件还有附带一对兽耳和一个兽尾 都是通过一个PVC的薄片和主体进行固定 总给人一种十分不牢靠非常易损的感觉 还有这个抖M属性爆棚的项圈 材质呢是这种尼龙绳 因为是Q版的造型原因 所以说和动画相比是少了不少的细节 那作为书法社的社长 毛笔的配件肯定不能少 那这个热狗呢不必多说 懂的都懂 并且这两个零配件的土装和做工都十分的精致 看完了本款粘土人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下总结 商品发售日期20年6月份 售价4727日元 全高10厘米 物内价格四张上下 目前没有盗版可以放心购买 总的来说绝对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色气质爆表的一款粘土人 各种奇奇怪怪的零配件 绝对是老生士们的最爱 因为现场的货量较少 价格并不是非常友好 建议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呢 可以再去观望一下 那以上就是本期魔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五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